本地神料用品店获准即日起恢复营业4天 受访的业者说 由于不清楚阻断措施还会实施多久 一些顾客购买比平时还多的分量 对于即将来临的中元节 商家进货的数量比往年少了一半 来看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这家位于雾落的神料用品店 今早7点半恢复营业 所有安全距离措施到位 为减少接触业者限制同一时间 只让两名顾客进入店内 短短几个小时一些货品已卖断货 恢复营业的第一天 业者发现店里最创销的就是香油 那以这个价值为例呢 一个早上就补了五六次的新货 那业者说许多的顾客都不晓得 四天后神料用品店何时还会重新开业 因此今天买的量也比平常多了一些 有一些老人家没有带灯机在身上 也没有带手机在身上 他们要的东西就比较简单 就不是油就是香 然后我们就说那你在外面等 我帮你拿出来给你 因为进去的话 我不知道它动哪一个地方 我很难消毒 这家位于德福相的神料用品店 顾客群主要是附近工厂业者 如今也做好防范措施 暂停营业一个多月 一些纸扎品因为潮湿变色发霉 业者如今最担心的是 接下来中元节的生意 现在就要决定需要进多少货 政府这个会不会开放 给大众来这个主办这个中元会 或者只是限制这个人数 那么对我们这个行业 难免会有很大的影响 进货呢比平常的话呢 可能进的最多是50%的货 对于一些神料同业商会非会员 可不可以在这期间营业 政府网站显示 只要业者遵守安全距离措施 确保顾客和员工戴上口罩 就可以开门营业四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